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按照这个国际读经会所发行的每日年经税读本的进度 我们终于要完成第一轮的六十六卷圣经五年计划的完成 但是雅各苏之后我们就即将进入第二轮的五年计划 我们接下来要读很重要的约翰福音 我相信即便你五年前曾经跟我们一起读过 大概也都忘了差不多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可以一直继续来熟悉神的话语 也特别感谢这五年来所有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 用祷告支持我们 你们也用奉献支持我们 使我们可以一直制作节目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所有的工作团队 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无私的奉献 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奉献给国度来使用 愿主纪念所有同工辛劳的付出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读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在针对雅各书一章的上半段 做一个结论 所以愿意去忍受试探 我们特别提到 这种忍受是需要老练的生命 才能够看得懂的忍受 因为你忍受了半天 恶劣的环境并没有解除 那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一种信仰的智慧跟洞见 那雅各说 这个上帝是可以赏赐给你的 好让你即便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你忍耐的功夫完成了 你的生命非常成长 茁壮 怎么击打你 你都不会夸 那所以呢 忍受这样的试探人 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是上帝祝福的人 因为他这样子经过试验之后 他好像去参加一个比赛 因为希腊罗马人 他们最喜欢就是那种运动会 就必得生命的冠冕 冠冕这个字 Stefanos 那这个就是花冠 就是我们常讲 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一名的人会得那个桂冠 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 那冠冕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这个得奖赏的 获胜的花冠 另外一种是君王皇帝的这个王冠 这两个字是不一样 这边讲的是得胜的花冠 那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冠冕 所以什么是真正爱主的人呢 就是坚守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持守到底 直到终点 这样的人要得着生命的冠冕 这样的人也是真正爱主的人 十三节 又谈到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 那人被试探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试探啊 试验啊 试炼啊 诱惑啊 这个字 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Perasmos 你要看上下文 基本上是这样分辨的 出于好意 好的那个心态的 和动机的我们就说是试验或试炼 这可能是出于上帝要磨练我们的信心 那出于那个坏的动机 那是出于魔鬼啊 罪恶啊 我们心中的私欲 我们就会说这个比较是 诱惑 或是这个试探 这是出于坏的动机 和坏的目的 那十三节这边讲到是 关于坏的动机这个部分 所以人被试探 或是被诱惑的时候 不可以说 我是被神试探 或是我被神诱惑 为什么呢 因为神他不能被邪恶来试探 他也不会以邪恶的态度去试探人 所以呢 这个既然说试探跟这个试验 然后试炼跟诱惑 希腊文是同一个字 我们怎么判断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因为现实的环境当中 有时候很难分辨啊 例如说我生一个重病 我怎么去判断 这个是出于神的试炼 还是出于魔鬼的 这个试探 其实他有时候你只看那个外在的东西 很难判断 我个人是这样看 你如果你不论遇到是什么 只要是这个很大的难处 你把它 你把自己交给上帝 那你所面对的就叫做试验 或是试炼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决定把自己交给魔鬼 你决定把自己交给怀疑不幸 你就是面对的就叫做诱惑 就叫做试探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很 外在东西很复杂 我们无法去分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 我要把我自己交给谁 就可以决定 他是属于从上帝允许而来的 试验 还是从魔鬼而来的 我任凭魔鬼继续在我生命中工作 欺骗我 让我离开神的诱惑跟试探 我想这个原则很简单 好 所以呢 这个十四节还说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 牵引就是拖着走 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去 查验你自己的内心 这个东西如果是出于你自己内心的私欲 而且你是被这个私欲 这个牵引 被他拖着走 那这个就是出于罪或魔鬼的试探 那这是诱惑 这是一种诱骗 他不断的跟你灌输谎言 让你离开神 然后去随从你的私欲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书节说 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怀胎生出长成 意思都是一样 就是说如果呢 你被这个罪牵着走 被这个私欲牵着走 拖着走 你最后呢 就会变成真的去犯罪 你有这样的一个私欲 然后你顺从他 你最后一定会犯罪 违背神 那你这个罪的结果呢 就是死 所以呢 基本上 一样面对饥饿的问题 你把你自己这时候交给神 那饥饿就是一个试验 如果你面对饥饿或是缺乏 可是你呢 把自己交给魔鬼 或是把自己交给贪婪 或是歹念 那你面对的就叫做 这个诱惑或是试探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罪 罪的结果就是死 好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第16节到第18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16节雅各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我看错了 不要走错路 面对环境的考验 到底是出于魔鬼的诱惑 还是出于上帝所允许的试验 不要看错了 不要走错路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这个试炼当中 人可能会动摇 去怀疑上帝在干什么 上帝是一个残忍 或是一个硬心的神吗 上帝不管我吗 上帝是不是变了 上帝是不是改变了 所以这边讲说 上帝是不会改变 在试炼中上帝不会改变 而且他要我们坚决的去相信 各样美善 就是美好的恩赐 以及各样全备的 就是这个完全的 这些礼物 都是从上头来 我们外在面对这些挑战 即便挑战没有挪去 即便病痛没有离开 即便这些穷乏没有离开 但是不要忘记 各样的美善的恩赐 跟各样的全备的赏赐 仍然会持续从上头那里 从上帝那边 供应给我们 是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重光的意思就是说 从所有的光明的父神那里来的 也就是说在父神那边 没有黑暗 同样的在魔鬼那边 没有光明 所以呢 当我们遇到这些神所允许 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 试验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 即便环境很黑暗 但是重光之父 他会按着我们的需要 在我们的信心跟忍耐当中 他要把各样美善的恩典 美善的祝福 完备的赏赐 真的一样好处都不缺的 来供应帮助拯救我们 所以他说 在他那里 就是在我们重光之父那里 他并没有改变 我们最担心的时候 是不是神改变了 神这个他承诺了 他这个跑掉了 是不是我们信错神了 他说不会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甚至呢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能一点点想要 转备 离去 改变他的承诺跟应许的 那种迹象都没有 所以说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要了解说 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 不是我们拣选他 乃是他拣选我们 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 拣选了我们 用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真道 他重生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出手的果子是要献给上帝 为祭物的 而出手的果子 也是世界上神所创造的万物 所引领期盼的 在罗马书那边 保罗会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因为 人类犯罪的缘故 世界的万物都落在痛苦的身影当中 但他们在等候 神他的这个救恩 首先先得着了一批出手的果子 而这批出手的果子 要成为传扬福音的人 当看到这些出手的果子 已经出来将神的福音 开始传出去了 宣告神的果要降临的好消息 神要重新改变这个世界的好消息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受造万物都开始欢呼了 都开始有盼望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出手的果子 神他不会改变的 神也没有这个改变 他对我们的拣选 所以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好我们来看第十九 写到第二十五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我有详细查看那权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雅各继续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刚刚雅各所说的这一切 信心啊 神不会改变 要坚忍 然后呢 不要跟着这个 罪和私欲 被他拖走 然后要坚持到底 这些都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雅各为什么这边这样讲的 我们都知道这一切 但是当我们遇到恶人 顶撞我们的时候 当遇到恶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受不了 我们听不下去 我们就是有时候忍不住 就想要反击 既然你对我不忍 修怪我对你也不义 所以雅各说不要这样 你们要快快的听 就是你要去很敏锐的 去聆听 到底对方在说什么 到底对方为什么要这样讲你 那主啊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 对我们的批评攻击的时候 甚至重伤的时候 我们先快快的听 要听完了 赶快听 然后好好去理解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要快快的听 听得很敏锐 然后听完之后呢 你要很谨慎的去回应 这个挑战 甚至是这个攻击 而不是很生气的 反击回去 然后跟他一样犯罪 所以听完之后 你就要慢慢的说 然后呢 不要管好你自己的情绪 慢慢的动怒 重点不在动怒 在慢慢 那你真的慢下来了 你大概这个怒气也发不出来 所以真的是要快快的听 然后呢 慢慢的说 自然你就慢慢的动怒 自然你不会在愤怒当中 去与他一同犯罪 反击回去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能成就神的义 弟兄姐妹这句话好宝贵 我再读一次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我有时候看有些弟兄姐妹 跟别人在那边辩论 想把对方辩导 让他来这个信耶稣 这个没有果效的 你变赢了又怎么样 你失去了他的心 那有时候呢 我们觉得说 这个自己的孩子 或是弟兄姐妹 有一些行为 这个是错的 不讨神喜悦 我们就大发雷霆 但是呢 这边怎么样 人的怒气 不能成就神的义 你只是跟他一起 毁灭而已 所以呢 要快快的听 然后呢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21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的污秽 跟这个淫于的邪恶 你们的旧人要脱掉 你们要成为 这个信心的器皿 你们要先把你们 过去的旧人的那些污秽 还有你们这些淫于的 就是剩下来 没有弄干净的那些邪恶 那些旧人的部分 真的要把它脱去 然后存着这个温柔的心 来领受 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那这是神的真道 神的真道让我们去体会 我们原本也是罪人 但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这个罪人 实在是加上 神怜悯我们这个不可爱的人 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顶撞神 我们甚至是侮辱神 可是神不跟我们计较 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要将心比心 去试着去理解 接纳 甚至是俯视的那些 顶撞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的人 攻击我们的人 我想这就是 一个温柔的心 柔软的心 被主耶稣的宝血 浸泡过的柔软的心 愿意去领受这个 耶稣基督爱人 救人的真道的种子 种在这一颗柔软的心里面 这个不仅是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福音的器皿 也是拯救我们灵魂的道的种子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十二节 其实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我们基督徒最大问题是 特别是华人 很会听道 很会上课 很会受装备 但是不太喜欢去行道 不太喜欢去实践 因为实践的时候会遇到很多 你救人没有脱去的事实 行道的时候会遇到很多 控制不住 就是要发怒 然后就是要怀疑上帝 是不是上帝改变 或是不能明白 为什么忍耐那么久 环境没有改变 不知道就跟上帝求一种 苦难中的信仰智慧 所以这边呢 我们行道会遇到很多困难 但是你不行道 只单单听道 雅各说你是自己欺哄自己 自己骗自己 这个是行不通的 听了道的目的就是要去行道 那听了道 不行道 却骗自己说 我已经生命改变了 那是自欺欺人 二三节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 听了道之后不去实践 上帝所教导你的真道 就好像什么呢 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 就是指说你看了镜子之后 你这个面对上帝的真道 上帝的律法之后 你知道自己有哪些旧人 是要脱去的 哪些地方是要被主光照 要修改的 所以呢 你这个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自己 对着镜子 看清楚了自己 这个本来的面目 就是需要调整的部分 但是呢 看见没有去怎么样 调整你自己 就直接走开 所以呢 看见 然后呢 走开之后 随即忘了 他的相貌如何 这个就是 你不去行道 就会变成这样 听道会让你知道 你哪边要改变 可是你没有去 落实他 你就如同照完镜子之后 你就离开了 很快你就忘记了 这个你的相貌如何 他的相貌如何 原本是 他是哪一种人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 这个听道里面 去被神 这个 拨开我们的外衣 使我们真正认识 原来我是哪一种人 可是你不能 只知道你是哪一种人 就算了 你还要需要去 透过这个上帝的道 去改变你 让你不要继续成为 那一种人 而要成为哪一种人呢 要成为像主耶稣的人 所以你是需要去行道的 好 25节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这个指的就是福音 不要忘记 雅各书 他是雅各比较早期的 这个书信 他是写给这个 闪居在世界各地的 十二支派的 犹太人 基督徒 所以他的潜词用字 你会觉得跟保罗 写的书信 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针对的 都是这些 这些 犹太基督徒 所以用的字眼 会比较不一样 那这边讲到说 唯有怎么样 详细查看那 全被使人 自由之律法的 那这个指就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唯有让自己 的生命去对照 耶稣基督的 那个福音 而耶稣基督的 那个福音 是会使我们全被 就是会使我们完全 然后呢 使我们得到 真正的自由 而不再被罪恶 所挟制的 这一种 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 雅各称他为 那全被 使人得自由的律法 所以我们的生命 需要透过福音 来被检验 然后仔细去检验说 哪边跟福音不符合 然后呢 并且时常如此 那常常让自己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来到圣经的面前 然后去查看自己哪边 不符合 需要调整 那就落实去调整 那这样的人呢 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怎么样 实在行出来 就是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弟兄姐妹 你有多久没有去行道了 而只停留在听道 觉得嗯 很棒 阿们 而没有去落实 那你就是自欺欺人了 耶稣基督 救人的福音 是使我们得自由的福音 祂赐给你勇气 力量 提醒 使你可以去改变你自己 使你可以去改变 你跟周遭人的关系 使你的生命 可以越来越像 主耶稣基督 你愿意来 活出神的道吗 好 我们继续 就来往下看 第26节到27节 若有人自以为前程 却不乐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前程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 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26节 若有人自以为前程 却勒不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前程是虚的 所以雅各说呢 一个人 他自以为他是敬畏上帝的 敬畏主的 自以为前程 但他呢 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 那这个舌头 他说了哪些话呢 这些舌头 不是去讲别人坏话 是欺哄自己的心 就是他生命 一直没有改变 但他一直却说 我有去听到啊 道理我都懂啊 所以福音我都懂啊 耶稣说什么 我都知道 这叫欺哄自己的心 因为你只有听到 没有行到 你没有改变生命啊 所以你的舌头 只是不断来安慰自己 然后来欺哄自己 然后你的舌头 只在堵住别人 对你的劝勉 你的舌头 只是来堵住 圣灵对你的光照 那这边就是 雅各所讲的 那这人的前程 是虚的 是空包蛋 是假的 27节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 而且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神所喜悦的那种圣洁 而且没有瑕疵的前程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行道 有两个点 第一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就是爱人如己 第二个呢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其实就是尽心尽信 尽力尽力 爱主你的神 而不要爱这个世界 所以呢 雅各在第一章的这个结尾地方 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要 自欺欺人 我们那个舌头 不要来抵挡圣灵的光照 不要抵挡牧场 对我们的劝勉 我们要去看自己的行为 有没有尽心尽信 尽力尽意 爱主我们的神 而不是爱这个世界 第二个 我们有没有去爱人如己 有没有去关心那一些 需要被我们关心的人 我想这个提醒 是非常棒的提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让我们不仅是听道 也让我们来行道 免得我们像照了镜子之后 立刻就走开 镜子也是白照 也忘了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 主啊 我们反而是要不断的来对照 来到这个 你的十字架救恩的福音面前 因为这是使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一个 使人得自由的福音律法 主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这一生不断的欢喜快乐 去行出我们所听的每一个道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